今天希望把最后的结果再加上所谓的一键完成 那所谓一键完成就是一键按下它自动帮我产生结果 一键按下它自动清除资料 这个好像之前讲过 那不外乎就是写VBA 那VBA如果你程式不会写怎么办 没关系嘛,你至少会录制吧 OK,录制的方式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说你可以彩排一下 第一步游标放这边 然后第二步怎么样,打个勾 第三步向右拉 第四步的话向下填满 其实就可以完成了 那你把那个程式录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按钮 这件事情就OK了 所以我们可以第一步 先把那个开发人员先把它打开 这个我们也开 所以其他命令里面的开发人员 然后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就是录制聚集 那我们刚刚彩排过 所以第一个这个 这个聚集也许叫问卷调查 所以我们叫问卷调查 聚集 所以第一步 录制聚集 然后名声叫做什么 因为叫做 问卷调查聚集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把刚刚四个动作 一 有标放在B2储存格 二 在上面打个勾 三 向右填满 到欧然 四 向下填满的话 你就在这个空点上快点两下 它就填到下面去了 OK 好 那这样四个动作就完成 完成之后你可以把它停止录制 好 好 那第一个 那再来的话 我们第二个是什么 清除 清除怎么清除 有标放这边吗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再按Delete 也是四个动作 所以一样录制聚集 然后呢 我这个聚集名声叫什么 叫清除好了 所以 这边的话 我就打一个清除聚集 OK 好 然后按确定 那一 有标放这边 二的话选到右边 选到右边最快的就是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右 再来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然后要清除嘛 所以按Delete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清空了 那我们做两个之后 接下来 记得停止录制 我发现蛮多同学 常常做完都忘记停下 就一直录到一些别的东西 那就错了 OK 停止 那一样 我们录的东西两个 在聚集里面找得到 一个是问卷调查 执行一下 出现了 再来清除 清除的话在这边也有 清除聚集之心 也有了 那如果要变两个按钮的话 有没有 插入叫做按钮 然后在这边拉一下 叫做 问卷调查聚集 然后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把这个按钮名称呢 把它改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边 第一个 第二个 OK 其实这样 我习惯是把这个再复制贴 然后拿这个来改 怎么改 按右键 重新指定 叫做清除 然后重新把它的名称 改成叫做清除聚集 那为什么用贴的 主要原因很简单 就是应该上面的按钮 跟下面的按钮 会是一模一样大 那如果说假设 你重新再做一个 说真的 要能够拉一模一样大 其实还蛮麻烦的 所以干脆用复制 我的习惯是这样 那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边 按一个问卷调查 剧情 执行一下 四个动作就帮我跑完了 有没有 然后清除一下 就OK了 所以 基本上这个录制 因为前面我们有做过练习 所以请各位也许 再试着把录制剧情的部分完成 那完成之后 最后还有个步骤 就是你要知道 程式写在哪里 那程式基本上 它会是在VideoBasic 当然你有几个方法 剧情选择它按编辑 它一样会跳出什么 这个VideoBasic 或者是说呢 你不用编辑 不用这个编辑的话 你可以用点VideoBasic 然后去开启这个模组 因为呢 假如说呢 你点两下打开 那你会发现 第一段剧情就这个 有没有 Sub到EndSub 第二段的话是清除 这个到这里 那其中的话 我们做了四个事情 所以我是建议的 你可以把这个步骤 稍微再架一下 比如说这个姿态小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把它稍微改大一点的 大概12号次 按个确定 然后呢 第一个步骤的话 你就在这边加一个 这个一做什么 就是游标放在B2 储存格 那二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加一个 一样 后面自己叙述打一下 第二个是填上公式 第三个是向右填满 第四个是向下填满 那因为这个上面的叙述 BA写这样就可以了 哪一个储存格 电视可以整 那哪一个 填入公式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 填入公式 那向右填满 有没有 AutoFill 然后再 向右填满 应该是这个 填入公式 其实向右填满应该是这个 所以这个我把它改一下 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向右填满才对 这个才对 应该AutoFill 自动填满 然后向右填满到B2 B2到O2 OK 然后向下填满 那清除也是一样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 其实也有 1 2 Ctrl 去位向右 Ctrl 去位向下 按Dilizer OK 然后就把这一段呢 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所以请各位 最后的话 就是把这个完成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录制聚集的部分 做两个按钮 可以让我们 按下按钮之后 自动去 跑出最后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